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夜晚的淺草散步之旅 首先我們從銀座縣的淺草站 一號出口直直往前走 這邊是淺草文化觀光中心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八樓了 我們去看看展望台長怎麼樣吧 哇~~ 獨享淺草寺的夜景 從淺草寺的夜景這邊走過來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邊美麗的晴空塔 那我們看完夜景之後 第二站就真的深入淺草寺裡面去吧 大家通常來淺草都是來逛白天的商店街吧 但是晚上啊 其實來這邊可以不但悠閒的走 還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喔 我們現在要離開淺草寺 經過傳法院通去吃晚餐喔 夜晚的傳法院通 又是另外一個拍照的好地方喔 這個肉絲卡茲阿 它是屬於瘦肉 很紮實的豬胎 然後我覺得它的豬肉呢 不會太肥 而且它的皮炸得也非常的脆 吃完晚餐啦 我們在淺草附近在晃晃吧 來晃第二托 前白天東西買不夠嗎 可以到這家24小時的唐奇科德繼續購物 西餐道也是一個適合拍照的景點喔 接下來我們到了這一條 是叫做HOPITTON的一條小路 這裡呢有很多道地的日式居酒屋 可以在這裡小酌一番喔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夜晚前朝散步之旅囉 那我們就看著秦宮塔跟大家說晚安吧 我是包博 主人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對 來 我們在那邊 謝謝 我們現在我們яет weet ander好很多 第一ền